读董变天 知名经济学家刘继鹏突然辞任读董 发生了什么 目前仍在四家公司任职 去年年薪超百万 炒股就看权威专业 即使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傲股读董离职潮仍在继续发酵 冠润股份称 鉴于刘继鹏先生辞职 将导致公司不利董事人数 少于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根据相关规定 刘继鹏先生的辞职申请 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万润股份主要从事信息材料产业 环保材料产业和大健康产业三个领域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其中公司在信息材料产业 环保材料产业领域的产品居为功能性材料 翻月2020年上市公司年报可发现 刘继鹏在去年共担任五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分别是民生银行 长安汽车 中金黄金 万润股份和节能国珍 去年获取的读董报酬分别为88.5万元 12万元 12万元 7.61万元 0万元 合计123.61万元 不过 刘继鹏作为国务院国资委法律顾问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 不仅有专业的法律 财务知识 又有丰富的读董经验 此次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 辞去万润股份的读董意志 背后的真实原因尚未知晓 刘继鹏提到 当前股票市场存在三个不合理 即股权结构财富分配 治理结构的不合理 同时 该公司还郑重声明 保证集团旗下成员公司 不发生有意财务造假行为 如发生有意财务造假行为 给投资者和独立董事造成损失的 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将自行承担全部损失 在这边的思想下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